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如大家所知道 政府一直坚持着 每一件事情都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今天我们特别体会到政府的用心 政府将以国家的安全来谈中共案 政府让我们国家的经济环境 来跟美国谈贸易 投资的架构协定 政府为了引渡一些个犯罪的人 向黄芳燕来谈引渡协定 政府为了方便国民到美国去观光 所以也以福美免签证等重要的事项为谈判的条件 这么一来 我们应该是得到很多的利益 同时 我们政府从此也就比任何一个时期 把关流落的安全更加的严格 政府也非常地宽广 能够接受地方的抵制 接受消费者以及民众发动的技术的运动 所以从从来看 我们这样的一个谈判的内容 国家可以得到一级数得的好处 愿大家能够理性面对这件事情 谢谢